謝謝 沒關係 化房為前 這幾個手都拉傷 都在受傷 對啊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大潭藻礁存亡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先說抱歉 因為路上塞車 我們晚到了 抱歉 那今天我們在這裡開 第115次的搶救大潭藻礁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拍桌的 這個拍桌的過程呢 我想如果有稍微注意我們的訊息 一定都知道 因為今年6月4號 和總統見面 那麼我們陳主委呢 自己把這個重任攬下來 說要開溝通平台會議 那6月18號的溝通平台會議呢 其實是各說各話 那各說各話 沒有關係 陳主委 很有擔當 那就下一次 來開 類聽證會 雖然不是正式的聽證會 但是至少 我們有很多公開的機會 可以讓兩兆 來把各種 爭點釐清 讓全國社會 民眾 都可以知道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那我相信 如果問題釐清了 那麼大潭藻礁保育就有希望 如果沒有釐清 他們就這樣糊裡糊塗 然後包括總統也被蒙蔽 就這樣把我們珍貴的資產毀掉 然後浪費我們的社會成本 包括我們未來要進行公投各種的 社會成本的浪費 那是非常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地方 基於這幾天的情勢的發展 我們認為要來跟農委會拍桌抗議 那我們抗議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蔡總統在2016年3月9號 剛當選不久 她就曾經表示 我們的政府 是由雅亮來接受 人民的批評的 如果你來跟我說 第一次我沒有聽到 你可以在第二次的時候大聲一點 如果第二次還沒有聽到 那麼你可以來拍桌子 那麼搶救大潭藻礁 我們已經大聲的很多很多次了 今天我們的第一個理由是 我們已經人無可忍要來拍桌子 那麼為什麼要選擇農委會呢 那就是因為農委會在這一次 作為內聽政會的主辦單位 明明我們9月29號的會前會 已經說好了 一個禮拜前 會把開會通知發給所有的出席者 可是我們在一個禮拜前 沒有接到不說 甚至上個禮拜 完全沒有接到 到最後協調的過程 甚至呢 不接電話 不回應我們的請問 這樣的征詢也不回答 到最後一刻過了 也就是上班日 星期五的五點過了 在五點半才發一個 因為他們本週有很多的 美牛美豬的質詢 各級主管呢 沒有辦法來擔任所謂的主持人 所以他們說 暫緩辦理 可以這樣對待人民嗎 可以這樣對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做交代嗎 這個 除了誠信之外 我們看到他們的行政效率 也是非常非常的差的 這是我們今天 第二個要來這裡 拍桌的理由 那第三個理由 我們都知道 現在 中油三家的工程 是正在進行中的 這個進行中 如果透過內聽政會 及早把它釐清 可能它就要停工 那農委會 農委會 現在 用暫緩辦理 用拖拖拉拉的方式 來處理這件事 無形中 就是縱容了 我們 中油 可以繼續在這地方 惡搞下去 浪費更大的社會成本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忍受的 這是我們的 以上的三個理由 那麼接下來我要先請我們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 理事長 葉斯貴理事長 他今天要來吹一個憤怒的號角 好 葉斯貴請 憤慨 真的是非常的憤慨 完全無視我們國寶級的地境 那下面呢 我們就所有的夥伴 把手先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準備要來拍桌了 好 讓他拍 沒關係 沒差 所以要拍一下 好 去 好 好 好 翻桌好了 好 我們最後打完就把桌子翻了 好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除了憤怒的拍桌之外 我們也有三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就是 人委會應該公開道歉 不是只是在電子信箱上面告訴我們 對不起 對不起 抱歉 這是一個公眾的事物 你們做了非常不好的示範 請向全國人民道歉 第二個 如果這些延誤會造成中油繼續破壞藻礁 請農委會報請總統 要求立刻 停工 三街如果不停工 人民的憤怒只有一天 一天的累積 這個對社會是非常不好的 第三個 應該就要在今天立即跟我們協調 把下一次的會前會日期確認下來 才有啟動類聽證會的可能 並且是要在最短的期間內啟動這個類聽證會 不要再用任何的理由告訴我們 因為因為因為 因為因為 這個是人民沒有辦法接受的 已經四個多月了 總統的誠信被你們當成什麼來見識 太可惡了 所以接下來首先我請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 何忠勳老師 來向大家說明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早安 在2016年的3月9號 在蔡總統呢 當選總統就任前夕 她跟世界地球日前夕 她跟環保團體見面 當天我是有親自在場 她自己提出 民進黨是非常重視環境保護的 所以如果我們環保團的聲音 如果她聽不清楚的話 第一次聽不清楚 第二次還可以再大聲一點 如果再不行的話可以拍桌 而且這樣的承諾不是只有一次 而是很多次 那桃園藻礁 搶救桃園藻礁 總共有四次跟總統見面 到了第四次到今年的6月5號 蔡總統才聽清楚 桃園藻礁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在我們的要求之下 勉為其難的同意召開內聽證 而不是聽證 內聽證是沒有任何的法律效應 但是至少可以釐清一些爭議 然後就開始籌備 第一次召開在6月18號 馬上就在6月18號召開第一次 但是開的過程當中 一點程序都沒有 然後團團也非常不滿意 所以才開始用很正式的會議 會前會一次兩次三次這樣的籌備 但是很遺憾的 在第三次呢 第二次本來預計是在9月26號召開 卻因為開會通知 並不是以內聽證 而被我方的學者拒絕 所以在9月29號 就正式在開第四次籌備會議 然後決定10月19、21號召開 不過在那一天 我就有提醒農委會新上任的處長 因為那天舊處長升官去的 舊處長剛上任 我們就提醒他 現在美流議題非常的大 可能主委跟副主委 可能會有狀況 不一定能夠主持 但是我方也同意 就是說主委或副主委如果不能主持 處長主持也沒關係 然後再一次提醒他 有可能 總質詢期間 院長在總質詢 也可能主委、副主委不能出席 甚至要求他 一定要兩個禮拜前 即開會通知 讓我方的學者能夠提早準備 那如同潘老師講的 新上任的處長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陰謀 或者是故意獻主委跟總統於不義 遲遲不開任何的開會通知 拖到上個禮拜五 我們祭出禮拜六要去抗議 他才急急忙忙發一個電子信件給潘老師 不過跟潘老師說 只有你收到 我們全部的人都沒收到 所以那個開會通知是堂塞你的 所以這個主委 這個處長 才一上任 就做出非常違反 那個政策的旨意 所以我們在這邊抗議 新上任的處長 他非常的失職 不失任 所以我在這邊 嚴正的拍桌給予抗議 好 謝謝 那麼今天也很高興有許多的來賓 自動的到我們的會場來 那我首先請我們民眾黨的立委 賴香林賴立委的辦公室主任 林主任 來為藻礁說話 各位今天來聲援大潘藻礁行動聯盟的朋友 夥伴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難過 看到農委會 他竟然是用發電子郵件的方式來通知 這個內廳政會取消 蔡政府 蔡英文政府 是一個號稱最會溝通的政府 竟然只是用電子郵件 就來取消 就來暫緩 對 我們 環保團體 對我們公民團體 的一個承諾 這是令人憤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拍桌抗議 辦桌抗議 就是為了 讓蔡政府知道 讓農委會知道 這不是一個好的工作方式 好的工作方式 至少 應該打個電話 跟我們的公民團體說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所以沒辦法 來繼續這個會議 這樣的溝通方式 是好的溝通方式嗎 這是要履行蔡總統的承諾嗎 用這樣的方式來履行承諾嗎 所以我們在此要求 農委會應該立刻出來溝通 到底什麼時候要開這個 類聽證會 讓我們公民團體 環保團體 在地居民 能夠把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聲音 跟政府好好溝通 好好讓他們聽清楚 請蔡政府趕快出來 請農委趕快出來 我們希望 能夠今天 就來確定 什麼時候可以來召開這個會議 因此 我們在這邊 我們一起來呼個口號好了 農委會應該來這邊 為這個事情先公開道歉 公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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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會前會時期 確認會前會時期 確認會前會日期 因为今天赖湘林委员 他今天在参加这个 立法院的词询 本来没办法到场 所以特别请我来 跟大家加油打气 那也来这边表达抗议 那也希望我们 大家与会的公民团体一起朋友 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林主任 谢谢民众党赖湘林立委 来声援我们藻礁 接下来我请我们台湾满野 新竹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 陈宪正 陈律师 帕老师 各位伙伴 各位记者大家好 有关这一次的一个听证会 农委会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美猪美牛的议题 因为亭冠的议题 因为营养午餐的议题 他们说他们分身乏素 因此暂缓办理 我们可以理解 上面讲的这几个议题 看起来都很急迫 但是 藻礁现在面临的问题 难道不急迫吗 今天召开内听证会 在事前已经有四次的会前会了 那农委会 他之前不愿意启动自然地景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他已经是失职了 结果内听证会的举办期间 他应该也知道说 这是立法院咨询的期间 那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没有规划好 我们认为 他其实就是不想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就是忽视这个问题 事实上 环团在2018年 就已经开始请求 希望可以召开听证会来厘清事实真相 结果呢 政府他完全不理 他迟迟不愿意办理 结果今天好不容易协调出来 然后又耽搁 现在大潭的工程 栈桥已经开始施工 成像已经开始施放 事实上 就是已经开始在破坏藻礁 在破坏柴山多贝孔珊瑚 他是一级保育类动物 藻礁已经没有时间在等了 我们希望现阶段政府 他认为 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处理 那么对于藻礁就应该拿出诚意 在问题没有厘清之前 应该要立即停工 谢谢 好 谢谢陈理事长 那整个乌龙事件的始末呢 我们在新闻稿的最后面有附录 记者们可以参考使用 接下来我请也是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保育协会的专职律师 为我们藻礁已经奋斗了超过15年的 蔡雅瑩蔡律师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们筹备非常久的一个大潭藻礁 自然保育的类听证会 本来是预定今天要在农委会召开 但是农委会在上礼拜五下班前5点半的时候 临时通知因为主委副主委跟相关的主管 非常的业务繁忙 所以临时通知我们要暂缓取消 这个礼拜一早上本来要开着会 那其实依照行政程序法第57条 听证的话除了由行政机关的首长 可以担任主持人之外 也可以由首长所指定的人员担任主持人 所以听证的主持人并不是只有农委会的主委 副主委或相关主管机关才可以担任 而且这一次其实是 本来是民间跟官方 大家有协调说民间跟官方都各自推举 大家信任的主持人 而且这次是内听证会 因为政府不愿意给我们真正的听证会 所以是内听证会 做法上我们认为应该更有弹性 那我们非常的遗憾的 我们的农委会居然这么的缺乏变通 说因为这些主管主委副主委 跟相关主管都业务繁忙 所以就直接通知暂缓 而且是这么临时的通知暂缓 让我们这些长期筹备 然后非常期待一个听证会 厘清整点的民众 实际上我们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 那我们要说的是会议虽然暂缓 但是必须要厘清的真 真点还是应该好好的厘清 那尤其是我们其中一项真点 就上礼拜四大家公布的真点 里面有一个是针对三间 到底有没有替代方案 民间一直认为三间明明就有替代方案 那政府一直说只有这唯一的方案 那我们这个真点是有必要厘清的 不能说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公布 民间想要问政府的真点 想要厘清的问题 结果政府礼拜四公布 想要了解厘清的问题 礼拜五就马上临职通知停开 到底是切站还是真的忙到 没有任何的时间来继续开会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 听证会的主持人 政府可以宣称没有替代方案 主委副主委 相关主管机关没有空 就直接暂缓取办 但是我们认为中游三间 政府一定要准备替代方案 因为民间已经提出 要求三间签职的珍爱藻礁公投 那这个我们一定会 民间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最后的结果政府也没有办法保证 说一定三间一定可以干 而且我们现在针对三间相关的 十九个行政处分 有六个行政诉讼正在进行中 台湾的司法是独立的 政府也没有办法保证 每一个法官都一定会 判中有三间可以继续干 所以这个部分将来是有未知数 那再来我们有三种保护区的请愿案跟申请案 但是这个政府可以掌控 我们知道过去农委会明明知道三间已经非常危险 已经面临到破坏的危机 可是一直拖延 拖延到农委会终于脱手 把整个保护区的审查 将变成海委会的任务 农委会终于脱手 这可能政府可以控制 但我们必须说 三间能不能干 有公投的变数 有行政诉讼的变数 有保护区的变数 有这么多的变数 政府不能说这是唯一方案 一定要去准备好好的认真的去面对替代方案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亚恩律师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绿党 副秘书长带领他的伙伴们到现场来声援 我请副秘书长张竹琴来为早教说话 谢谢潘老师 我是绿党的秘书长 我叫张竹琴 那今天真的非常地感谢所有的记者前来 让我们特地选在这个地方 就是希望农委会可以听到 就是我们的诉求 也希望总统可以听到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从2016年 现在已经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可是我们已经在这几年一直屡屡看到 非常多不民主的 这个霸道的行为 我觉得许多相信民进党 执政之后事情会有所转变的人 其实是一直在失望的 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我相信蔡总统其实是有诚意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需要这个事情要办成 其实需要非常多人的一起努力 那在我们也理解 最近真的很多农委会要处理的事情 所以把这个藻礁的听证往后言 这个或许可以理解 但我们觉得这个手法实在是有点太粗糙了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受尊重 那绿党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强调能源转型 强调这个绿色未来的一个政党 我们要再次的说 这个藻礁保育和能源转型 并不是二选一 现在很多的论述都打成 只要你反合 你就得在藻礁的那个地方盖三阶 如果你反对盖三阶 你就是挺合 我觉得这样子的论述非常的可恶 而且是完全完全的错误的 第一个是 就如同刚刚蔡律师所说的 难道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地点 没有更好的地点吗 答案是一定是有的 其实非常多的专家学者指出 有别的地点更适合来盖这个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例如说台北港 它的成本比较低 环境的这个 不仅是金钱 还有环境的成本都比较低 为什么一定要盖在大潭 这个是第一个争点 难道真的没有更好的地点吗 专家学者已经提出这么多意见 为什么政府不能采纳呢 第二个是 所有的环保团体 一定是能 一定是非常赞成 蔡总统的这个非核家园 和低碳家园的这个承诺 我们自己也一直在努力 在朝向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目标 绝对不是说我们反对 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盖在大潭 就等于我们是永和 等于我们要继续使用火力发电 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扭曲 真的非常的可恶 也让所有保护藻礁的人 感到非常的 真的是很累啊 都已经开了这么多次的记者会 那在这边 绿党要再次的诉求 我们非常赞同蔡政府的这个 非核和低碳家园的承诺 但我们也非常的希望 在这个藻礁的这个议题上面 还有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的政府能够拿出真正的魄力 或许 呃 内听政会 要帮我们开 或许连听政会都要帮我们开 让真的很多民众 真的非常多的民众 尤其是因为绿党的这个支持者 都是非常支持环保 他们 连他们都很担心 是不是我们不在这边盖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我们就一定等于我们支持核能 支持火力 那我就得要一一的跟他们说明 如果我们有一个政府官方的说明 是不是也可以减少我们环保团体 跟环保的政党的这样子的 呃 劳力的付出 让民众真的可以理解 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办 那今天再次的非常谢谢所有出席的 还有谢谢潘老师跟这个 蠻野新竹 还有呃 奈利伟这边办公室跟所有的记者 谢谢 谢谢绿党的秘书长 我刚刚说错了 很抱歉 那绿党呢 自从他们前召集人下台了之后 离开绿党之后 我们看到他们 呃 非常用心的在经营 找回了他们的党魂 呃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这种呢 真正为台湾环境努力的政党 那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长官 啊 来回应我们今天的 农委会的 啊 计划处处长长官 没关系 呃潘老师还有各位今天呃 大家来到这里 呃 辛苦了 那呃 呃 关于大潭藻礁这件事情 大概呃 大家都非常清楚 整个来龙去脉都非常清楚 那政府无非是希望在国家的重大建设 跟呃呃这个环境的保育上面可以取得最大的一个共识哈 哈 我们点哦 呃 呃 normalи 呃工作 來跟大家做後續的溝通 大家今天來非常辛苦 我代表農委會跟大家說辛苦了 我們剛剛的訴求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農委會應該對這次的事情 做一個正式的抱歉、致歉的行動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求農委會 要把今天這一個事情向總統報告 請總統要求三接立刻停工 因為我們前面所有的努力 都是為了要讓內聽政會趕快釐清爭典 但是這個爭典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被釐清 那這無形中等於就是縱容 默許中油繼續破壞藻礁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個部分 也請農委會轉支給總統 因為你說我們的窗口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來這裡拍桌的兩個 訴求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求今天馬上確認下一次的會前會 下一次的會前會日期確認了 才能確認我們未來內聽政會到底有沒有辦法 如期的召開 所以請莊處長就這三部分來回應 那大家所有的訴求我們一定會依照整個程序 讓我們相關的長官去了解 那實際上相關的長官對大坦藻礁也一直都很關注 這個請大家放心 包括今天的大家的訴求 我們都會忠實的 往呈報給我們相關的長官 那至於後續的相關的溝通 我想我們會找最適當的時間 避免像今天這樣又讓大家來這裡跑一趟 我想這樣子實際上是對整個藻礁的議題 或是說對我們其他在處理的相關重大的議題 還有對整個社會造成這些資源的浪費 我想這樣子是非常不好的 那大家的訴求我們會 我們也都非常清楚 那也會用最大的誠意來解決這個問題 很抱歉 可能是我沒有把話說清楚 我們的第一個訴求是 農委會應該為這件事情正式的道歉 然後第二個請代轉訊息 要求總統立刻要求三接停工 第三個確認我們會前會的日期 要請莊主任簡潔的回答就可以 謝謝 第一個一定會忠實的轉答 這個剛剛已經有非常明確的 有明確的這個回應了 那至於讓大家跑到這裡來 我非常的對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沒有及早來做大家給大家一個明確的回應 那實際上為什麼會這樣大家也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相關的這些長官都可以 來跟大家一起做溝通 那實際上實在是真的是忙不過來 大家今天所有的媒體都在這裡 也知道我們農委會最近真的實在是分身乏術 那對大家今天來這裡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第三個就是後續的討論的時間 我想我們會在適當的時間會一定會再跟潘老師 還有跟大家來做後續的聯絡 以上 可不可以 那個新處長在第四次溝通會議的時候 跟舊處長 舊的處長現在是榮天水利署署長 我們當大家都當面 我就有提出第一個 現在是行政院院會期間 還有再來就是可能會有美流議題 就要你們提前要在兩個禮拜前要開通知 那這個通知是你個人的疏失 就算農委會不道歉 你個人也要道歉 前一個處長跟我們開了四次會議 每一次開會都跟我們道歉 很有誠意的道歉 我不知道為什麼道歉你說不出口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因為第二個不是你權責 那當然我們不能要求 第三個 第五次的籌備會議 等一下我們記者會開完馬上就可以決定了 每一次都是處長決定開籌備會日期 為什麼這個籌備會日期 現在變成還要跟上面請示 那我覺得很奇怪 請你回答第一個 剛剛道歉我已經跟大家正式道歉 那如果需要再道歉一次 我也願意 我就代表 我剛剛有指責到我個人的疏失 這部分我真的要道歉 那至於說後續的 這個 後續討論的時間 這個真的是要找適當的時間 不要像這一次 弄得大家還要勞勢動眾 所以我們會 我們會再找時間 找適當的時間 來跟大家做後續的溝通 我們指的不是內聽證會的日期 而是會前會的日期 就是第五次籌備會的意思 這個日期可以馬上就 只要處長方便我們就可以 處長最快一個禮拜內 OK嗎 這個我在這裡沒有 真的沒有辦法很明確 我真的要在後續再跟大家 再適當的時間 再跟大家 討論 我在這裡如果 又說一個時間 到時候又 真的是 調整不過來 這樣子真的會造成大家的 這個不必要的 時間上的浪費 那時間不確定的話呢 就一個禮拜內可以嗎 就下禮拜一以前 我們來召開第五次的會前會 這個可以確認嗎 這一個禮拜你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時間 因為早上下午我們都可以接受 這個我了解 不過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真的是 讓我們再找適當的時間來討論 各位夥伴可以接受這樣的回應嗎 會前會並不是正式的內聽證會 它要通知很多單位 只要處長有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是以你的時間為主 我們來配合你 這一個禮拜 會完全沒有這樣的時間 也瞧不出來 就是美豬美牛 水利會的相關的事物 比藻礁重要 是這樣嗎 兩個小時 我們想一個小時大概也夠了 因為很多的相關的問題 都已經討論過了 大概下面就是瞧一個 內聽證會的正式時間 一個小時 莊處長覺得 覺得這個禮拜沒有辦法 我想很多 包括 不是像這種 開會的時間 很多時間不管要做什麼 實際上大家都要互相體諒 互相去找出好的這個時間 所以 在這裡還是要請大家體諒 後續我會跟潘老師聯絡 找適當的時間再跟大家說明 那一個禮拜不行的話 兩個禮拜行嗎 也沒有辦法 這個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可以提亮 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 在做 尤其是像這種比較重大的溝通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準備 讓大家 這一次之所以會暫緩 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大家 比較專心來討論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這一點還是請大家可以體諒 那時間上 我跟潘老師會繼續來聯繫 那個處長可能都聽不清楚 不清楚我們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內聽證的時間沒有確定 但是籌備會議 前處長啊 只要開任何的籌備會議 都是配合環保團體的時間 他能夠配合就盡量配合 所以前面的事實都是以我們的時間他配合 所以現在不是要處長你來定一個內聽證會的時間 而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開了四次籌備會議 這次取消之後 就要開第五次的籌備會議 那我們就 因為你如果時間現在身上沒有schedule 潘老師我們就給他兩個禮拜 如果兩個禮拜內沒有任何的第五次籌備會議呢 那我們就在 凱道呢 在擴大抗議會議 在開擴大的抗議行動 就這樣 好 那就 謝謝處長的回應 那 如果兩個禮拜內 處長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切的開 會前 第五次會前會的日期 我們將擴大抗爭 直接到總統府 好 那 謝謝處長的回應 謝謝 OK 好 今天我們呢 最後呢 還是再做一次派桌的動作 對 對 對 可能有記者朋友晚來 我們再做一次 好 大家把手放到桌上 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 農委會 趕快 處理好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總統也了解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